大家好 我是吳仔 這一節是特別的佛禪環節 我請到一位嘉賓上來 和大家一起做節目 為什麼要請嘉賓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因為這位人物很厲害 我也是屋村出身 他也是屋村出身 但我和他那個 距離實在差太遠 人家是全球華人 結出青年 三屆國際權王 但是他是 輸在起跑線 大家都輸在起跑線 他的故事是勉勵一些年輕人 其實很多人在社會上 都是自怨自艾 經常說自己出身不好 誰這麼吵 又在說這件事不行 那件事不行 其實人們透過努力之後 就會擁有一些你 你猜不到 連你都可以得到的東西 他是非常勵志的故事 這位朋友就是本台的一位聽眾 他是很好客 我們認識了很多年 今天專程請他做嘉賓 聽聽他的法績史 今天很光榮 我們請到葉文龍師傅 我是葉文龍 他其實在香港的泰拳界非常非常出名的人物 近年也是一個中國香港的藝人明星 我看到你很多春晚都會去表演唱歌 那大家支持而已 真的很厲害 其實也不可以這樣說 很謙虛 我只看到他的表演嚇到你 我真的有這麼多個嘉賓 你是最猛料的 全球華人結出青年 德洛泰拳學院校長 你現在的公司是嗎 因為最近改了一些概念 開了一間去做教育 我知道他很喜歡作育英才 另外也是獅子會的副會長 沒錯 十二年了 十二年了 由創會到現在 香港漢江聯誼會會動 幫國家做點事 厲害 我知道你很多 有沒有特別的要講漏了 其實也沒有什麼需要 例如保留海流協進會 青衛會有很多人 我們香港也有幾萬人 幾萬人你是榮譽顧問 是的 真的很厲害 你在泰拳界 現在轉型做藝人 我看到你自己也有出歌 是的 也出了五六首歌 大家有機會可以上YouTube聽一下 你比我還多 比你嗎 我只有三四首歌 下次合作 你很勤力 我相信你一定有一個很傳奇的人生 我相信你 其實我覺得人應該要這樣 人生才會有意義 精彩 精彩 是的 因為有時候知道大家 如果做了一件事 其實事業和職業是可以分開的 OK 同意嗎 絕對是 可以是兩件事不同去做 人生就可以做更多 我自己也做過很多行 我年輕人做過幾十行 我也是 你也是 當然 我不知道你什麼背景 家底 其實你應該都是自己白手卿家 當然 沒有說白手卿家 其實我不太有錢 我屋邨長大 我也是 我知道 我是你的粉絲 如果這樣你是一個很勵志 如果這樣 是 很感謝 其實我們的相識 你是喜歡聽我的影片 是 我是每一晚都聽 每一晚 一睡覺 大概三點鐘睡覺 有時候要做一夜的時候 起碼聽你一個多鐘 有時候你太多集追不及 要追回之前 有時候你很聽的會重溫 謝謝 謝謝 一聽你我才能睡覺 嘩 這麼給面子 是啊 你這麼多年來 其實自己有沒有一些經歷 你怎樣可以由一個普通人 其實普羅大眾 好像我和你一樣 公屋長大 你怎樣可以去到今時今日這個地位 其實沒有 其實有機會你就去做 有很多人說 有時候我又怨天又怨地 我又覺得不是 其實我自己都很辛苦 我說錯了 他是1996至1998年國際拳王 是 你是經歷很多很多事情 還是 小時候每個人都喜歡功夫 要肯練才行 我是比較肯練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報道也訪問過 因為有時候家裡比較 屋邨 小病人欺負 還有妹妹很小時候還了癌症 是啊 是啊 小妹妹有很多病 看上去不是很正常 走到街上會被人欺負 OK 首先 我覺得學功夫 我要先保護自己心愛的家人 但是會不會 你知道香港有什麼事 如果有什麼事 還手各樣會大件事 是的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 有如 好像唔仔 如果你的女朋友被人欺負 被人非禮 那當然不行 那就是 你不能說 報警 但是他已經是 或者襲擊你女朋友 或者襲擊你身邊的人 那你會怎樣處理 我不敢說 你不會當時立刻打電話 我去報警才能救他 這是處境題 是的 功夫就是要防身 如果你能學到功夫 是會保護 其實我小時候也有理想 等於我的電影《金蒲拳網》 你是男主角 是的 我男主角是自主 在內地的旗上 有YouTube都可以找到 但是 最後也說過 小時候訪問你想做什麼 還有你的朋友 Max訪問 是嗎 他做那個是搞笑的 他說 我想做超人 小時候也想做超人 小時候 你知道原來超人是做不到的 是的 那你就去做好自己 然後有機會幫助身邊的人 你也差不多 能人所不能 又有基本 你的戰鬥力一定是 可以的 當然小時候也有打架 五大哥 到學了功夫之後 就是想擂台去打 是的 還有 因為我們的行業可以 帶度到很多新的年輕人 因為他們會有一個英雄的順敗 所以我們會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比如比賽 我是I-1的比賽 你是搞手嗎 做了20年 搞拳賽 應該真的 應該 挺好 挺好 你說什麼 風山水起 不是 體育是不會有什麼錢賺的 OK 你有沒有看到 不是這樣說 足球 除了足球之外 是 我看不到有什麼 體育是會有錢賺的 那也是 是的 但我比較好一點 就是可以做一班 用了20年時間做一班的觀眾 現在到20年 我全場的觀眾都爆滿 我知道你現在是有搞拳館的 不是拳館 算是學校 是學校 英文我們叫學校 因為我們在中文叫學院 在荃灣那裡 荃灣立方 這個比較大的地方 我們下面有個連結 是介紹你的學校 好 多謝你 當然 我上來看到這間學校是合家歡 不會有時候有些黑黑的 那些 對 雖然有很多小朋友 最初打算是教小朋友 五歲 四歲 七八歲 十幾歲 現在看到 剛剛開了幾個月都很好 看到有些 不是啊 二十幾歲 不如也開了 因為要做生意 都教了 六十幾歲都有 會會會 現在其實每個年層都有 但是 有些事情很感觸 其實自己搞 的時候叫做權會 也看到是 這樣教人 也是教教人 但是 現在開始有些小朋友 讓我去教 我覺得很寬鬧 看到他們 找回自己的童年 你喜歡小朋友 以前不是很喜歡 現在看到很喜歡 每天都嘻嘻嘻嘻 成了一群小朋友 看到他們學到我的東西 還有 看到他們 有些小朋友 有很多過度活躍症 很多家長帶他們 一家長可以陪伴一起看 教到他們 做到我的動作 做到我的要求 會聽指令 乖了 我有個滿足感 偷看李師 你三屆泰拳王 其實你覺得有什麼心得 心得的意思是什麼 為什麼你這麼好打 為什麼這麼好打 一定有些 因為你熬得 因為你厲害 哪方面你覺得自己這麼成功 我勤力 你勤力 可以這樣說 最快可以形容 例如很多現在做運動 任何運動也好 例如我們打泰拳 有時會有些擦傷 我練拳 累了 那時候我會說是痛 或受傷 其實我們很安全 不可以用受傷 我們說 累了 用拳 打完拳後他覺得累 然後不練 然後周身肌肉痛就不練 現在人們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年代不同了 我當年 我九幾年 九二年我已經上台了 那時候我不是練完拳 拳累了 我就練了腳 彎了 還沒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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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不斷練 但我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奇怪 一彎就不練習 他的意志是一體 沒錯 他是 不知道你幾歲 你九幾年上擂台 你現在是二零二幾年 你現在看我像幾歲 我不知道 說真的 我覺得你像三十幾歲 謝謝 你的皮膚成了狀態 像三十幾歲 因為是一個泰拳運動 幫到我 你現在也有練習 我有練習 有練習 有練習得很好 因為有時候來 有些不是全身 有些是學過 或者有些本身是拳手 他也會過來練習 跟我們切磋去練習 玩玩 所以一定要保持得很好 盡能力 盡能力 我想過了十年二十年未必可以 但現在還可以繼續努力去做 你現在很合理 你又可以做春晚明星 出來唱歌 你整個狀態 根本上就是最當打的 我覺得 那又不是說 第一我自己喜歡唱歌 是 要喜歡才行 你也喜歡唱歌 我喜歡 但沒有你這麼喜歡 是嗎 你說你出台表演 又有人邀請你 因為你得高望重 沒有關係 努力而已 你唱歌是很辛苦的 唱歌是比打拳難 是嗎 是我之前不知道 我反過來 一定會覺得唱歌容易 因為我近時 可能我用時間去練鍛鍊 是嗎 因為我學熟 一會有人覺得 你不理會覺得很容易 不是的 打拳越老 越年紀大 越差 體能 唱歌不是 越唱越辣 越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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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唱到美音 不是 意思是 越唱功力越來越高 是 是 是難的 我練唱歌的時候 我跟過漢陽去練 因為錄音他也做過 幾次監製 又有很多 就算蘇珊姐也跟過他練 是 又有那個 以前Boo Jeans的強哥 Boo Jeans你記得嗎 我知道 應該是你那個年紀 應該也聽過 但也有聽過那首歌 是的 他也寫了兩首歌給我 寫了兩首歌給我 那時候我們跟他練 原來你唱歌是很細緻 每個音也很準 要求很準 是的 如果你對音樂不是很認識的人 重新練的話 是一點也不容易 要很喜歡那件事 以及要更加努力 我現在看到 電視台 星夢 中年好聲音 我看到他 我覺得他很厲害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因為第一個 勇氣 要走出台台勇氣 他又不會跳舞 學到會跳舞 我也有跳舞 我也有跳舞 所以我知道難處 你不新同感受 你會不知道 還有錄音 原來是 要逐句逐句錄 一句要唱很多次 是的 但近時原來又不是 我問漢洋 可以跟羅文 羅斯公 近時是沒有的 一首歌都錄完 那段時間是很厲害的 所以你想想別人 近時是挺好聽的 梅遠方 那段時間是很厲害的 現在是 你錄完之後 然後慢慢去調音 可以收拾 可以收拾 但還是收拾一點 因為有時候 我們跟師傅 不是說漢洋 漢洋 也是很兄弟 但他們是有要求 咬字要很棒 現在你看到很多新歌 他們扭曲了音 你作的歌 未必是因為音 可能不對 但他們會準了假音 OK 但他們要像陳百強 那些音要很準 我欣賞你表演 其實我覺得 我看了你的財神道 你跳舞的拍子很準 你有練過跳舞嗎 有練過 你那些颱風也有在 前後那些我都中了 我看你的拍子 那是沒有關係的 那是導演叫的 是嗎 因為導演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做什麼 你出去演出 導演要你做什麼 我們都很聽話 很厲害 我看你和很多大人物 都一起表演 鄧Sir 之前 我們都是做時事活動 遇到 很多大人物都很開心 很開心的 他都去唱歌 一次去唱英文歌 這麼厲害的 我自己唱一頁傳奇 唱自己的歌 在學校去做一個 我又不知道 鄧Sir有唱歌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很驚喜 唱得好嗎 好的 好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友善 是的 那種感覺 好像見到劉德華 那些 劉德華說 特首 那些 那些 很特首的感覺 即是有一種氣勢 氣勢 很親切 OK 會和你聊天 主動和你合作 你都認識很多大人物 都是好朋友 其實我們香港人 全都是一家人 是的 其實香港也很辛苦 經歷過很多 香港是 我們回看過去的歷史 我們是一個魚鄉 是的 現在又高樓大廈 又很繁榮 真的很繁榮 你看看外國有時候 現在都是很勞化的 講外國 對 我告訴你 對 你都去過很多地方 是的 反而我喜歡泰國 每天都有很多新的東西 你泰國好像那邊有廟 是的 廟不是我的 我是建了兩個廟 你建了兩個廟 是的 是華恩將神 這麼厲害 建了廟有多厲害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很厲害 不懂就覺得很厲害 其實大家只是做慈善 因為廟有一種不同的方法 廟未必要相信佛教 很多天主教都會捐錢去建 原因是 一個廟裡都是做慈善 他們會照顧一些小朋友 陷路人家 很多小朋友 有些很慘 因為泰國你也知道 很多失婚的婦人 又窮 窮 小朋友會去沒有地方居住 會進廟裡做和尚 是 其實是半孤兒院 你就是這樣 是的 還有很多老了的和尚都會在那裡居住 他們沒有事情想 那就禅心修佛 是的 我建了一些廟 我自己也喜歡 拜拜 很多年前也建了一個華恩像神 那時候 胡偉忠也有份喜 你是朋友 是的 小時候就認識 幫忙宣傳 很多人去拜 但是我佛藤在那裡送給泰國 我是沒有收號紙的 全捐的 所以你這麼好運 又沒有好運 有一點的 是的 因為我有時做了一些慈善 就會幫到別人 有時自己行衰運的時候 就會好一點 全都化了 全都化了 剛剛上個月 上個月又在華利府 華夫里 叫做諾布里 又建了一個獎神 另外又建了一個廟 那裡又幫助了別人 我又覺得挺開心 是的 做善事真的很開心 那種快樂是用你的 你買東西 或者你很開心去玩旅行 唱卡卡卡 是沒有辦法找得到 這種快樂 絕對是 我見你又除了做善事 又教育小朋友 其實你在教育方面 真的下了很多功夫 嗯 其實也是這樣做 我覺得如果你有能力 就做一下 當然你要自己勤力 先去找好食 因為小朋友 如果走歪了 就很難 有些人要給他機會 才可以回頭 是 是 很同意 很同意 我見到你有時說話 又是很和平 即是說 循循善友 你以為一個拳王 當然是很狠 他又不是 我覺得他說話各樣 都是很舒服 很和平 那種感覺 你是 其實就是一種米 又養八樣人 我常常見到很多拳王 泰神那些粗魯 或者香港有些拳王 有些粗魯 有些不好的新聞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品不同 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相信佛 我很喜歡聽你說的佛禪 多謝 我覺得你比大師厲害 其實很多大師都是我朋友 是 但我覺得你說得舒服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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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我聽聽你的新聞 睡覺前就聽聽你的佛禪 嗯 我覺得是很精的 你有學過嗎 緣分有 緣分有的人教過你 有的 OK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所以 聽完之後 其實我自己之外 我也有開悟 除了自己的認識之外 你說完的東西 我也有開悟 哦 那就好 有時我也有不如意的東西 我也化了 是的 有時 好像有些人對我不好 嗯 你教我愛他 是的 可憐他 愛他可憐他 是的 他慘的 雖然將來都不會在一起 但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自己的心裡面舒服 是的 如果不是經常仇恨鬥爭 就會很痛苦 很慘 是的 那個人很不舒服 是的 最好就是化了這些事情 今天的訪問 真的很感謝你 一來你是這麼成功 就可以令到青少年 其實有一個目標 就不用說 我出身不好 就有一個藉口給自己 就不去努力 不會的 不會的 一個人 就算來到最後一刻 你願意改變 也會改變 所以我在荃灣開了一間 德樂泰拳學院 就是為了 介紹一些 就是幫助年青人 我最近有些 我們也做一些同軍 嗯 有些邊青都有做 最近教一些邊青 是的 是的 都幫助他們 聽聽他們的意見 聽聽他們怎樣 我說如果你真的這麼想打 就去比賽 是的 比賽是一個競技 還有現在泰拳已經是 我們有東亞運動會 很多世界賽 嗯 我們好像現在 我們這間 河團也訓練了一些 不要說打 有拜師母比賽 拿了世界亞軍 我們剛剛出學生 世界亞軍 今年我們又參加比賽 有些 他們 有些人 人生出來的種不同 有些是喜歡活躁一些的 有些民政一些的 那你活躁一些的 你就去選擇 一些運動 你自己需要去法事的運動 是 如果我覺得你做得好的 你有天分的話 你可以為我們港隊出賽 即是你都可以安排得到 是的 我是香港太陽理事會的董事 哇 我是其他外國的世界國際的主席 所以他只要參加我們的學校 未必是我的 其實有很多間的 不可以只是買自己的廣告 對的 不可以的 總之是一個正經的泰拳運動的師傅 他也可以帶你們去參加一個世界比賽 在荃灣區的 葉師傅那個學校 是 參觀很多日 想來看看你就知道 葉師傅的人是很好的 OK 聽聽歌也好 聽聽歌也好 謝謝你今天的授訪 好 謝謝大家 大家繼續支持 吳仔 支持葉師傅 支持OK仔 好 謝謝 謝謝 聽完葉文龍師傅的分享 其實真的不要想著自己出身不好 就去自暴自棄 去本屁 其實人生是有無限的可能性 我問他很謙虛的 我問他為什麼你可以成為拳王呢 他只是說兩個字 勤力 很多人都問五仔 為什麼五仔可以出這麼多片 有人去研究五仔 現在做到的事情 其實我也是跟大家說兩個字 勤力 阿保錡也是這樣問我 我最近也訪問了阿保錡 接下來又會 不知道他的訪問 我覺得 勤力是很重要的 但是勤力的方向也是需要的 我們訪問完這位大人物 說一說其實要白手興家 要有什麼條件 他都符合了 原來真的符合了 原來白手興家的人 很有共同性格 網上也看到一些 我看到其實頭四個性格 很厲害 但是最後一件事跟佛學很有關係 就是愛心 你看到好像葉師傅一樣 他在泰國建廟 那些廟基本上是孤兒院 他根本是幫助很多人 你想想法財要立品 做人又要做善事 不斷在自己的領域做到最好 自然就有人上色 去到某些位置 大家都是去到某些位置 不需要做哪一行會比較好 英雄就莫問出處 行行出狀元 我講一點 有哪些性格可以白手興家 其實自我 自我的人是很重要的 自我不是自大 不是目空一切 你有你的目標 你知道自己去哪裏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沒有使命感 你聽聽葉師傅的訪問 有些作育英才 要做一件事 每個人都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 你努力就可以了 但有些人沒有方向 沒有目標 不知道的 人做就做 可能是大家在做同一件事 但有心和沒有心也會差很遠 要有一個方向 隨波逐流的人 是很難白手興家 另外 狂 有一種狂的性格 狂的人有一種狂的資本 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資本 要狂的時候 就能夠狂起來 就是那個性格 你看看 其實葉師傅說話 他是很和平 但你猜他打拳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 當然不是 人的性格有很多面 在適當的時間 擺放適當的態度 另外有一種叫做 傲氣的性格 傲氣的意思 其實就是 不輕易認輸 所以我其實想套他了 也很難 他很謙虛 他就是說努力兩個字 一個拳王 當然很難捱 這一定是事實 傲氣的人 就是不輕易認輸 遇到挫折 就會想辦法突破自己 直到達到目標為止 這也是一個 白手興家的特性 另外 也要有野心 不是征服世界那種野心 野心是成功的原動力 因為窮人 我們叫出身一般 給一些出身好的人 資源實在相差太遠 是的 那麼我們最寶貴的財富就是 要保持著自己 達到一個目標的 有一個心 有這個心在 有些人做事三分鐘熱度 他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我記得我分享 他說 現在的人不同 其實那些人根本沒有改變 那個基因 只是那些人的心 不能捱 他說 打手的拳頭痛 就不會操練了 練到手痛就練到腳 練到腳痛就練到爪 練到爪痛就練到步伐 所以才能夠成為拳王 他們的心是很厲害 對自己很狠 但是很多人少少苦楚都忍不住 不是等於激勵 少少苦楚就自己收皮 這些機會當然不屬於你的 另外最後一件事 一定是要有愛心 因為世間在因果的法則 他有一種力 是反過來給你的 一個人有愛心 我們可以收獲更多 以及更多的幫助 你真心的付出 是會得到回報的 我怎樣認識葉師傅 其實他是廣潔善緣 他和我和OK仔很友善 請我們去家吃飯 自己下廚 還要知道我吃營養餐 煮的東西 就不會太油膩 做得很好手藝 做那些很好吃的中菜 然後又是 專程做得很健康 廣潔善緣 那個人又好客 那個人又很友善 你這樣的力發出去 人家當然會尊重你 喜歡你 你做人要多些和別人交好朋友 不要走去這樣那樣 是很重要的 去到這樣的人物 其實是有個因果關係 究竟他做了這樣的人物 先廣潔善緣 還是廣潔善緣成為這樣的人物 其實我想兩者都是相負相成的 所以所有正向的事情 我們要好好跟這些人物學習 我自己也是在學習 即是他朝有一天 你可能做過一些好的事 他朝有一天幫了你 這個世間很多力 你是不知道的 人生 你有這個想法 你就會去到很遠 好像我當時跟阿燦哥廖偉雄 都是很朋友 當時他教我 我也是很感謝他提攜我 當年 他也是這樣回應我 他說 五仔 他說人 你努力就有的 其實很多所謂的成功人士 他們認為那些人不能夠成功 其實就是不夠努力 很多人以為自己盡力了 但他們盡力了 譬如我盡力上班 我準時上班 準時下班 你還想我怎樣 你以為那些人 譬如我這樣說 我經常說 你穩定穩定打工 你就穩定穩定 變成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你有些人以為 那個人很棒 不用打工 好像五仔 好像葉師傅 只是打拳 不用上班 什麼成成 嘩 我們的所謂不用上班 比起你上班 簡直是 時間長得多了 黯仔幾點起床 開始講新聞 幾點開始預備做新聞 你想想 我幾點開始下班 我根本上 我的時間 成盤 事業 是沒有停的 不能停的 一張眼睛起床 我就有個事命要做 睡覺之前 我還在做事 你就想想 你以為 你已經很努力 其實你很努力 也是在幫助老闆 其實老闆也很努力 老闆也很努力 在發展人生 當然 每個人有自己的性格 是適合做每一個崗位 但是 找到自己的興趣 找到自己的強項 哪怕 路多難走 有些人經常說香港很難走 我看到很多不開心的新聞 其實香港真的一點也不難走 在世界各地來說 算是比較容易上位的城市 不要浪費自己這麼好的投胎機會 當然有些人說得很苦 香港也很苦 你宏觀這個世界 學霍哥 修女跟他說 你已經好過80%的人 在地球上 有飽飯 有衣服穿 有屋住 各樣 八成人 比地球好 你就想想 如果你這樣自怨自艾 如果有一天 真的投胎 又怎樣上來 他真的讓你試試 什麼叫苦 我們要感恩 我們要惜福 隨喜 做到一些成績 或者有些成就 就服務眾生 這樣才可以 持久經營自己 希望今天的故事分享 令到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啟發 可以愈做愈好 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長處 可以達到一個成就 好 今天真是很感謝那位嘉賓 告訴我們這麼多事情 這些都是真人真事 我就免得說五仔自己 那些人經常說 五仔經常認得厲害 一提到自己的東西就認得厲害 不用說 不用說這些 你差不多那些人 是差不多那個磁場 差不多那種態度 氣場 自自然而會走在一起 不需要說 硬說自己也老套 所以我今天就找一個成功例子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可以從中去奮鬥 加油 下次再談其他有啟發性的資訊 拜拜